大家好,欢迎回到日本近现代文学阅读。 前面我们一起对什么是思小说,思小说的产生和发展, 思小说的艺术特色等内容进行了思考。 这些内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, 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, 其实都是在历史上有关思小说的各种评论中逐渐形成的。 因此,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梳理一下历史上有关思小说的评论。 在导演部分里,我们提到, 思小说作为一个固定说法,产生于大正九年。 事实上,自从这一说法产生, 思小说便带有某种对自身的否定。 于也浩二在他的《阿玛吉云の花》戏中这样写道, 我想大家都知道,近来日本小说界中有种不可思议的现象, 那就是无端出现我这个让人不明所以的人物。 如果留意一下会发现, 原来似乎写小说的作者就是那个我, 所以我的职业是小说家, 写道我,就指小说的署名人。 对于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, 读者、作者都不觉得奇怪。 以小说家作主人公, 以我为主人公, 虽然都不是应予以排斥的事, 但读者只一味认为小说中的我, 是作者本人, 小说中都是实际发生的事, 还是令人遗憾的。 于也浩二的《阿玛吉云の花纳西》, 可以说是最早对思小说进行演绎的作品。 然而从刚才这一段内容可以发现, 小说不无感慨地对将作品中的我, 看作作家本人进行否定。 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思小说来说, 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。 文学史上第一次有关思小说的争论, 发生在大正末年。 当时《心静小说》这一概念开始流行, 中村伍罗夫和九米圣雄两人对此展开了争论。 首先是中村伍罗夫在《心小说》上 发表本格小说与《心静小说》一文。 在文章中, 中村举安娜卡丽尼娜为例, 认为严谨客观的小说是本格小说, 而那些直接书写作家心静感情的思小说 则无法与本格小说比肩。 对此, 九米正雄在文艺讲座上 发表《心静小说》与《思小说》进行反驳。 九米认为, 在散文艺术中, 思小说很明显必须是正道, 是基础, 是真髓。 因为, 在将我假托为他人, 也就是作品中的某个人的那一刻时, 已经无法产生信用。 所以, 像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, 弗洛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, 高级虽然是高级, 但最终不过是伟大的通俗小说。 围绕《心静小说》的争论, 是在文坛以致贺之灾的短篇小说, 再乘其为理想的情况下而展开的。 中村武罗夫和九米正雄两人的意见, 看似对立, 但实际上, 中村本人非但没有否定心静小说, 反而十分推崇心静小说。